另外花莲市国富里里长庄万来 在农历过年之前 在社区进行了资源回收的工作 并且把资源回收的收入 转赠给里内的弱势家庭小朋友们 30号的中午 在国富里社区活动中心 政治证红包和平安米 同时也预祝大家新年快乐 来到花莲市国富里资源回收站 就可以看到国富里长庄万来 和国富设计发展协会理事长庄正义 正在进行资源回收的分类 而这些资源回收可以变卖 而且年度的金额并不会很多 不过到了年终之际 里长会把所有资源回收的费用 来捐赠给里内的弱势族群的小朋友们 给他们红包好过年 同时也资赠平安米来祝福大家 我们每一年都有这个回收站 所收的那个银额 就花给我们里内的那个小朋友 过个好年 一个小红包这样 还有我们朋友赞助的那个米 每个人都送四包米给他们 给他们好过年 大家快乐的过新年 里长张万来表示 他们长期关怀里内的需要帮助的里民 不管是协助申请办理 马上关怀 寻求社会资源来协助他们渡过难关 他可以说是一步融赤 马上进行处理做好土地工 为民服务的角色 也希望透过小小的关怀 也预祝大家 扭转乾坤 新春大吉 牛转乾坤 新年快乐 新春大吉 恭喜恭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